小菜的歐普路開箱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菜的歐普路開箱 今天要介紹七龍珠景品 呃... 蘇悟空青年期 然後他上面有金斗雲 那七龍珠的公仔呢 我收集還蠻少的齁 因為個人是很喜歡金斗雲 所以他推出的這款有金斗雲 我就好不猶豫的就購買齁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盒子的外觀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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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東西取出之後呢 有金斗雲本體齁 那他是空心的齁 所以我還蠻失望的 因為這個金斗雲看起來就很沒有質感齁 然後這是金斗雲尾部的部分齁 然後悟空分成有三個部分 分別有他的下半身 然後他的身體下半身 以及悟空的頭齁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組裝吧 好的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細節的部分吧 我們就來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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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馬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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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不會飛的感覺 那這一隻的悟空呢 我覺得動態感做的還蠻不錯的齁 很像是那個 坐在金斗雲然後準備這樣 往前這樣飛過去的那種質感齁 那金斗雲 也呈現的還算OK啦 那以這個價格來說的話呢 真的是CP值還蠻高的齁 那麼今天的開箱就到此為止囉 大家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